盘点不按常规划画的博主 画丛千奇百怪 画的随意画却不简单 第一位喝水晶 这是一幅有味道的画 画不然就该做了 妈 听过讲用一下 不如用头发做支笔吧 妈 赶快讲用一下 宝贝尔介绍来了 为了这幅画 把一家盈都得罪了 不怕赶出家门吗 第二位叮叮 画画才讲二把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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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牌子 都是一分吧 第三位马克的油画故事 这幅画有些非老吧 不就画个画吗 何必整成两败俱赏 第四位黄歌手会 验证看完不好唱 我道理洗头 可恶 明明已经截止了 还是情不自禁归下了 第五位超能力手会 啥强啥的好对象 不难找 第一句先打草稿 村长说草稿打得好 对象不愁找 背景图的帅 闪闪惹人爱 小毛笔画大画 画到天黑难回家 小笔换大笔 速度快过打印机 铺完大色补细节 同事加班你过节 三D效果显震撼 阴影功劳占一半 成品效果虽然好 点赞收藏不能少 第六位是爱闲人 波流和总结 刷刷刷 不够高 上梯子 用粉笔勾勒出大概轮廓 接下来开始调色 调好后开始铺上背景色 然后又过了一天 接着刷刷刷 接下来开始给人物上颜色 最后看一下完成后的样子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我戒不掉你 相对我又不虚 漫长的距离 我用四鸟来代替 第七位伟大德卫 蓝路细数五颗星 贴上富贵的金箔 画上五毛钱的细节 细节 细节 还是细节 然后 第八位杨涛涛 哈利奎英 我画的哈利奎英 帮我改成熟点 那简单呀 加个丰满的美囤 不就变成熟了吗 然后你再看哈利奎英的嘴巴 舌头从来不收在里面的 我帮你把它撬出来 对 就是这样 喂 不是巴塞 长得好看一份法吗 快上你 藏手的驾驭不动啊